新款领克05买哪款呢 刚说完领克09 这部大哥再给你们讲一讲领克05 新款上市很尿窍的 在咱们放10月一加7的时候 一共上市了4款车型 售价区间是17.58万到21.28万 其实领克它作为吉利旗下的高端品牌 这两年真是惊喜不断 已经在国内高端市场占领奖了 领克05作为它家的SUV代表 一直拥有不错的口碑 这次上市都改了啥呢 听我续的续的 新款主要针对配置进行了调整 取消了现款配置上的2.0TD的 四驱镜plus的车型 四驱版只保留了一款顶配车型 外观还是老样的 但是为了显出个性年轻 新车在车顶线条 加入了荧光黄的装饰 轮骨也是全新的设计 官方说这个叫刀锋五幅式轮圈 高配车型还加入了荧光黄的装饰条 看起来非常的年轻运动 亮点就是在车身侧面的 尾部采用了溜卫式的车身设计 你这道行人像不像宝马X6 并且搭配了上翘的小鸭尾 来显出小车的运动属性 还配备了领克零五家族 独具辨识度的能量矩阵式尾灯 在车辆启动和关闭的时候 能呈现出来不同的互动灯光的效果 提升了车尾的科技感 也进一步强调了家族的气质 尺寸方面新车是没有变化的 轴距还是2734 车身尺寸表现一般 但是轴距它比较长 最起码保证了乘坐的空间的宽敞度 内饰的话 方向盘把触摸式更换成实体按键了 配置上的变化 你比如YOW PLUS版本 它增加了副驾驶电动八项的座椅调节 电动尾门和360度全景影像的系统 YOW HELLO和近HELLO 这个版本在副驾的座椅增加了老板件 为了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还带有几分高级战 动力方面新款的05 沿用现款的JOWE 2.0TD的T5发动机 最下功率是187千瓦 峰值扭矩是359米 匹配的爱信8速手自一体面租箱 顶配车型还配有适时的四驱系统 这样的配置对于一辆紧凑GSUV来说 非常强的 同级别里面算是大哥级别的了 所以要是买的话 买哪一款呢 动力要求高一点的话 直接买顶配 没那么多要求的话 那你买两驱的YOW HELLO版本也可以 次顶配嘛 配置给的很到位 也很实用 反正两个车型就差了1万多块钱 我们自己决定 有啥问题 私信 下课